哈囉大家好,我是Ivan 現在在美國的喬治亞州就讀大三 今天我要來和你們分享一些 我大一剛來美國的時候 受到的文化衝擊 還有我最不習慣的一些事情 GO 第一件事情就是姓氏 我記得我剛來美國的第一個學期 我住在宿舍裡 那個時候我交了一群美國的好朋友 然後有一天我就在那個宿舍的Lounge裡面 就是自習室裡面讀書的時候 我讀一讀 我幾個朋友就走過來 你們要去哪裡啊,要去哪裡玩 其中一個人就說 一個女生 我就想說什麼是DECO 就是她要去約的時候 當下其實蠻錯的,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怎麼開放 慢慢比較熟之後偶爾也會一起吃飯 一起玩 然後就發現他們在聊天過程中很常提到性 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在講性 但比如說 最近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啊 或者是去哪裡玩啊 假日 然後他們就會可能會提說 我最近約,然後怎麼樣 會把這件事情講得很巨細迷 對於性是很開放這件事情 會很確定並不是只有我這群朋友是這樣 因為 像我們學校到處都有發保險套 圖書館幾乎每一層樓都有 宿舍的那個laundry room 公共場所都會有一個 大概這樣子大的箱子吧 然後就擺在那邊裡面全部都是保險套 就是每天都會被拿完 所以他每天都要補貨補貨 這邊的教育比較是說 你可以跟你喜歡的人做這件事情 沒什麼大不了的 但是要做好該有的防護措施 第二件讓我很一開始非常不習慣的事情 是smart talk 就是在這邊 在路上的人跟你對到眼 Hi how are you 或者How's it going 就是他們會直接跟你問候 一開始我其實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後來發現其實他們問這個問號啊 就是跟我們說Hi是一樣的意思 Hello 或是你好 點個頭 是一樣的意思 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你過得好不好 Oh good I'm good 就是 就算你心情真的不好 他們也不會想知道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 可能是我在南方這邊比較特別的就是 就是很常我們宿舍食堂的 就是幫我們盛飯的那些阿姨 或是打掃的阿姨 他們都會叫我 Babe 我一開始都會嚇到 我就去問我在這邊的朋友 然後他們就說Oh這很正常 早餐店阿姨會叫那個帥哥美女的概念 第三件讓我比較意外的事情 就是他們跟別人通訊會跟你一樣的電話 Tax你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Tax上面不會有任何的個人資訊 你交換Line 你交換Instagram 交換Messenger什麼的 上面會有一些你個人的訊息 你們分享一下我在這邊會用的通訊軟體 沒有認識一群台灣的朋友 讀國際學校或是American school 是那種比較美國一點的台灣人 他們都會用Messenger聊天 我在台灣從來不會用 就是Facebook的那個Messenger 我在這邊用Tax跟我的美國朋友聊天 用Messenger跟我的比較美國的台灣朋友聊天 然後跟一些中國朋友阿 我就是用WeChat 還有美國人比較常用的通訊軟體 應該就是WhatsApp跟Snapchat 我自己是沒有用Snapchat 因為我覺得已經夠多通訊軟體了 就是我手裡就好幾個App 每次去參加一個Party 幾個女生過來就問我說 Do you have Snapchat? 然後我就說 Oh no I don't 他們好像就是以為 我不想給他們 在美國就是大家都有Snapchat 就有點像在台灣說 欸你有Line嗎 那個女生說 我沒有在用Line 怎麼可能沒有 WhatsApp就是 像我之前去Airbnb的時候 有些host要跟我聯絡 或者是我要訂一些行程 要跟當地的一些旅行社訂 他們就會用WhatsApp 當作聯絡的方式 第四個讓我很不習慣的事情 就是 處理事情的效率真的非常低 他們地很大 什麼東西都離非常遠 跟台灣很不一樣 疫情之後 他們很多公家的辦事機關都改成 線上申請 就是變成說你不能直接去辦 所以像我前陣子在辦那個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社會安全碼 因為你要在美國工作得有那個碼 然後因為我在學校有工作 電話過去他就會開始播一些音樂啊 然後就會說 我們現在在盲線中 然後請你稍等 然後就 登登登登登登 一個小時之後之後 解通了 請稍等一下喔 等我拿支筆 然後我想說好 就是他拿支筆去寄我寫 我說的東西 下一秒電話就掛掉了 我現在想到 心還是好痛喔 因為你知道他掛掉之後 我再打了一次 再等了一個小時他才解通 就是在這邊很多事情 就是要你打電話過去處理的 把任何你想得到的客服電話 售後服務 基本上等三四十分鐘的電話 不是什麼太大驚小怪的事情 所以我到後面就是很習慣了 就是喔今天要打電話 出一件事 那我就可能剛起床 現在還先打過去 然後再慢慢去刷牙洗臉 上廁所 弄完之後 有時候都還沒解通 第五件讓我覺得不習慣 就是在這邊是 21歲喝酒 16歲可以開車 因為我在台灣還蠻喜歡去 就是酒吧跟朋友小桌 然後來這邊之後 很多人會盛行辦一個fake 假的ID 付個100塊美金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很仿真的 那個駕照的ID啊等等 但是當然被抓到 這就是有法律上的責任 在這邊查 證件查得非常嚴 之前我有朋友說 就是他們家的爺爺奶奶 六七十歲就是 擺頭髮去喝酒 就是他們還是會查的 因為你在這邊喝了酒之後 如果你犯法或者是鬧事 Bartender就是 serve你那個酒的人 他是有責任的 他們路上非常多的speed bump 然後車子開過去就會這樣 咚咚 稍微還是有一點速度這樣開過去的話 你一定是非常不舒服 你整個人會這樣子被彈起來在壓下 社區裡面到處都是 第七件讓我 一開始有微驚訝的事情 就是審美觀的不同 那一開始大家基本上就一定的認知 歐美就是前突後翹啊 女生男生都是 他們有一個字叫做thick thick就是 女生可能屁股很翹 但是也可以用來形容男生 就是健身跟臀練得很好 你們也可以說 喔 就是這個男生很thick 然後我很多就是 就是在我看來就是標準的身材的 嗯 亞洲朋友在這邊都是被覺得就是太瘦了 在這邊很多男生都會塗指甲油 有的男生甚至會跟他們的女朋友 就是做同款同色系的美甲 我覺得這其實還蠻有趣的耶 就是有點變相算是情侶裝的一種 我要講的第七件事情就是 小費文化還有物價 基本上小費是一種禮貌 你只要消費你就要給小費 今天你去餐廳裡面吃飯 大概午餐就是付10到15% 晚餐就是18到20% 那當然你可以根據你自己 對於他們服務的滿意度去給 如果你不給小費的話 服務員是會追出來就是問你 而且通常會很不客氣 因為對他們來說 那是他們收入的一個方法 叫外送的時候也要給小費 然後剪頭髮的時候也要給小費 做的任何事情 有人服務你的你就要給小費 美國的物價真的很高 尤其是現在俄羅斯的戰爭石油問題 這邊的油價非常大幅的上升 我來給你們看就是這邊的Uber UberEats有多誇張 我現在就隨便加幾個東西到我的購物車裡 好比如說我現在第一家就是主夜的第一家 好比如說我今天晚餐我就是一樣 點這個上面第一樣東西 炸豆腐 還有白飯它是一個套餐 好那我現在可能加一個前菜 15塊錢的豆腐炒飯跟5塊錢6塊錢的毛豆 加起來總共是20.5元 現在點check out 猜現在多少錢 就是一樣的餐點 36.68 比剛剛多了16塊錢 你們想一下點了20元的東西 你最後結帳付36元 所以你等於 除了餐點以外的錢你付了16塊 基本上跟餐點本身是差不多錢 加了5.74元的tax跟fees OK 然後加了9.99元的delivery fee 加了0.5元的temporary fuel surcharge 就是因為現在是油價變高 36.68 是不含你給外送員的消費的 Well depends on you but 通常你會再給個10% 15% 算40元美金好了 1200塊台幣 吃了一個最最最隨便的 我剛剛第一頁主頁推薦給我的 豆腐炒飯加毛豆 不覺得很坑人嗎 最後一點我想說的就是關於上學方面的一些不同 這邊我上的每一堂課 不管是必修還是選修 它是總成績裡面都會有participation grade 那這個participation不是單純的就是前導簽名 而是你要在課堂上要真的參與你才能拿到那個分數 美國很多很多大學都是非常小班制的教育 我很多課就是十幾個人這樣子 所以到期末給participation grade的時候 他們很多是根據他們的印象去給分的 就比如說你常常遲到或者是根本就skip class 或者你即使到了教室都在睡覺 沒有在專注沒有回答問題也沒有參與討論的話 那個分數就會拿的蠻低的 office hour就是在課後之餘 教授會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室會列幾個時間 就是讓學生可以去找他們說話 不管是問作業上的問題 課堂上他們沒聽懂的事情或者是聊聊天 在這邊去office hour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office hour除了幫你解題解惑以外 讓你學習得更有效率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霸解老師的機會 比如說在這邊你想要做research 那你第一步就是可以從你去你想要做research的教授的office hour開始 先跟他套個近乎啊 問問他課堂的一些問題 之後可能提到你對他的research很有興趣 可不可以知道他在做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守起來之後你想要當他的助手什麼的 那當然就是穿到橋頭自然之馬 就他當然也很樂意去聘請他一個已經很熟的學生當他的助手 你想要當助教一樣跟他套近乎 你想要申請研究所 你想要申請交換學生你需要推薦信 一樣都是從這些教授裡面拿到 那office hour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機會 所以從大一開始你就會看到很多學生 office hour的教授就是前面大排重 大家即使沒有問題還是會過去假裝自己有問題 就是networking看誰最懂的社交 第一學期的時候完全不太了解office hour的系統 因為我就是讀台灣的公立高中 到了學期中間我就想說奇怪了這個班十二三個人 每次上課的時候怎麼教授都特別喜歡點那三四個學生跟他們互懂 之後才發現那三四個學生每周都會去他的office hour報道 到現在我就非常了解這個系統和同學一樣學會怎麼去office hour問問題 然後拔解教授 然後這也讓我拿到了幾個就是當助教的機會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這八項主要是我自己個人在這邊感受到的差異 所以可能其他人會和我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大家對於在國外留學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留言或者是私訊我的instagram 然後之後可以整理一下 然後再出一個美國大學specifically的Q&A 喊我好渴 喊我好渴 拜拜